叶宇俊彈吉他 最近我的臉書社群到處都是這段影片 其實加深一點難度 換個G大調練線其實挺好的 老是C大叫 其實也挺沒意思的 但是這段影片中 大姐您的和弦結構我看是有問題的 開頭介紹了第一組G和弦 大三和弦和第二組的小三和弦 我是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有問題是在開頭用五線譜這個小豆芽講課 為什麼從第二組又變五七二這個數字譜 怪怪龍迪東 就有五線黑板可以寫了 又變數字譜 我覺得你也挺可愛的 到目前為止 提到的第一個G和弦和第二個5降7二是小三和弦 我都沒有殺問題 有問題的是後面這兩組和弦結局 看不對勁的地方在哪裡 大家有沒有發現問題 大姐啊 後面的這兩個和弦 這樣講是不對的 您讓我越看越不知啊 實在搞不懂你要講解什麼東西 所以我 葉俊彈吉他好好的解釋一下 您這個有錯誤的地方在哪裡 也和各位看瓜 教學一下這個正確的和弦觀念 首先 真和弦和弦不是由三度去區分的 不是只用三度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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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因為這個很重要 我們要講三遍 那正確是怎樣區分的呢 來仔細聽好了 真和弦全名是 Augmented 記得要加一D 真和弦是由 音乘更音大三度真五度 所組成的 音乘計乘一三五來思考也是合理的 如果要由您所提的巨大調來練練的話 那就是巨幣 D sharp 這三個音才對 不是明中的五升七二哦 因為真的要講的話 這樣的音乘 因為原本的 major 大三度音乘 所謂五七二中的這個七這個音 替換為升七了 那個升七音和音音 其實算是同個音 所以這時候 如果你將五這個音耳 視為根音的話 和弦結構就也形成根音 完全四度 完全五度的結構了 這個結構就是SUS4啊 順便介紹一下 SUS全名是 Suspending D2加1D 是在指三度音被取代的和弦 就像影片中這個一樣 所以剛剛影片中的第三個和弦 應該要稱為GSUS4才對 而不是G真三和弦 正統的真三和弦結構 應該是如何呢 我和各位看官員介紹一下 真和弦的結構 應該要是根音大三度真五度 這個真五度 也就是完全五度的升半音 在這樣的結構之下 稱作為真和弦 不要去搞原本的大三度啦 真和弦和大三和弦 就是差在五度音而已 幹什麼變台灣強 寶貝 再來 減三和弦 不是五降降七二 幹什麼就變台灣強 這個重降是咋來對不對 這是搞得我越來越糊塗 怪鬼龍迪東 這樣說法下的五重降七二 這個重降也就是形成六音 照影片中的羅傑 也就是形成五六二的和弦結構 會形成的是GSUS2的結構 剛剛有提到過 這個SUS2就是取代三音的和弦 所以這邊就不再打臉了 那正確的減三和弦應該是啥結構了 我和各位看官員說明一下 減三和弦英文說法叫做Diminished 記得要加ED 為什麼要加ED 別問我 我是教音樂的 請去問阿滴 減三和弦的結構 應該會是 更音 小三度 減五度 由以上音成組合成題 才對 減五度就是完全五度降半音 形成減五度音成 不是像剛剛影片中提到的 小三度在降一個音形成減三 靠油變台灣腔 一路捲蛇 有個類的 開頭影片中講解錯誤的部分 其次是被三和弦的這個三給拉著走 和弦的結構在三度會有大小之分 五度會有增減之分 在三度及五度的變化之中 形成四種不同的三和弦結構 增指的是大三和弦上 將完全五度增半音形成增三和弦 減三和弦是在小三和弦上 將完全五度降半音 以上的說法才會是比較正確的 希望同學 勞勞的記住不要再不清楚大小 增減這樣的和弦性質 以上是今天第三和弦的教學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請訂閱我的頻道 也幫我有點出粉絲界 葉宇俊吉他工作室 按讚追蹤搶先看 我也有IG 歡迎追蹤我葉宇俊和吉他 我們下次見